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圈哥,今天呢你算是来着了啊 圈哥市长买一块这个羊肉,咱们给大家伙分享一道 家庭版本的冲爆羊肉啊 咱们做冲爆羊肉,羊肉的选择也很关键啊,咱们最好是选择这种羊里脊肉啊 因为羊里脊肉的主食特别细腻,吃着比较嫩 你要选择羊腿肉那就完了啊,因为羊腿肉里边的,它这个筋特别多 吃起来呀,更有久不得,不那么嫩啊 咱们把羊肉先冲中间,斜刀给它一分为二啊 羊里脊下边的筋纸啊,不用不用蹬掉啊 然后咱们顶刀切片 厚度大概在3毫米左右啊 就正常炒肉片这种厚度啊 看起来吗 这么厚啊 羊肉都切好,先放到盆里边 咱们简单的腌制一下啊 肉里边咱们放点料酒 去除腥三味 加点精盐 再放点胡椒粉去腥 少放一点酱油 再割入半个蛋清啊,一半就够用了 用这一盘的量,羊肉不是特别多啊 然后把羊肉抓匀 咱们腌制羊肉的时候啊 不用往里边打葱姜水啊 因为羊肉的水分很足了,你再往里边打水 炒的时候,羊肉容易碎 而且容易泻汤啊 抓的时候咱也轻链这么抓 也使劲用手这么抓,一抓就把羊肉都抓碎了啊 把这所有的调食料全部抓着融合了 然后咱们少放一点这个玉米淀粉 干的玉米淀粉 淀粉全部挂匀 咱们再放点这个普通的食用油啊 花生油啊,玉米油都可以啊 放点油,因为它能起到隔离地线 能锁住肉片里边的水分 而且咱们炒的时候,肉也不容易粘连到一起啊 好,然后先放在一边备用 大葱就滚刀切块啊 好 来,先放到盆里边备用 然后咱们炖一个碗汁啊 盆里边放点精盐 加点鸡精 胡椒粉,放点酱油 放点陈醋 再加点料酒 咱们把这调料搅至融化啊 好,会话不多说啊,咱们现在开作 把锅充分溜透啊,咱们放点底油 再把羊肉放锅里边,咱们在家做也好,酒店做也好 其实羊肉啊 不用宽油去滑的啊 用这少量的油去煎炒就可以啊 给它扒上散开啊,让它受热均匀 但是啊 锅一定要充分的溜透啊,要不然羊肉容易脏锅啊 朋友们看一看 把羊肉炒至炖上就行了,就是没有酸酸肉的状态了,没有这个 这个血水的状态啊 没有血水了 就可以,咱们到处备用 不用把羊肉炒至纯熟啊 羊锅里边少留一点底油啊 咱们把大葱也先煎炒一下 把大葱炒香了炒倒了啊 这样就行了,跟羊肉放在一起 咱们锅里边再放一点底油啊 然后咱们放点啥呀 少放点这个甜面酱啊 川哥今天这做法是纯回民做法啊 把甜面酱给它炸香了 然后把这个大葱和羊肉一起放锅里边 把咱们最好的碗汁 搁着锅里边 给它翻炒均匀 简单翻炒冷下就行啊 咱们再放点这个蒜沫啊,这个五一锅蒜 出锅之前咱们再放点香油,增加香润和亮度 好,装盘 家庭做法的清真 冲爆羊肉做好了啊 待会儿看一看 真的非常有食欲啊 咱们再尝尝 味道和口罐咋样啊 羊肉特别嫩啊 太好了啊 如果平时吃在口轻的 咱们这个 碗汁里边 精盐就少放一点点就够用了啊 再放多了就有点咸来 因为咱们腌制羊肉的时候 就是放盐又放酱油 所以说你碗汁里边精盐一定要少放啊 思维到这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能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帮车转发点赞加关注 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